各位網友,現在是下午5點不夠 今天是10月27號,星期一 現在是5點多,應該是5點不夠 現在隔了15分鐘,再拍整個社區 所以我住那裏已經黑了 英國的天氣變得這麼快,還有雨落 各位網友,剛剛看完剛才拍給大家的比較 英國的冬天情況就是這樣 現在已經是10月27號 現在已經踏入深秋,11月就開始很冷 天黑的時間很早,因為調了萬鐘 本來現在是6點,因為調了萬一個鐘 所以現在變了5點多 遲些到12月中,12月冬至日間最短 晚上最長 3點到4點已經黑齊 大家可以看到一個比較 剛才那兩段片只差15分鐘 已經可以變得這麼交關 有好有不好的,冬天的時間 大多數人都是在家裏播戀鬥 出街的視錯就少了 有些人喜歡的,因為聖誕節的氣氛會好些 有時候下雪,我有一把年多 聖誕節都過了幾十個 都沒什麼所謂 那時候我送貨的時候 聖誕節是最忙的 聖誕節的生意比平時多一倍 甚至乎一倍幾 一天送十單,變成一天送二十單 很忙很忙的 如果下雪的,送貨就很艱難 我都很怕的 聖誕節送貨 這些時間,或者叫好景的情況不再 第一就是因為疫情 第二,我老鬼也開始 步伐,開始減慢 生意是少了的 就算不是疫情之下 我的生意也是少了 有時候有些客人 走了的,我都不去 因為大家明白 年紀一般 就不像以前那樣去恨那些單 走了就算了 就不去強求 這就是老鬼心態 報告一下英國的情況 疫情,疫情開始慢了些 因為最厲害的時候 差不多接近三萬宗 三萬宗 前天是一萬九千多 今天我還沒檢查 希望吧 人都開始 嘔斗了 沒有什麼鬥志 完全沒有鬥志 每天都等運到 OK,不要說這件事了 講回 BNO 港人移民 過來英國 大家想知道的消息 那麼 有兩個網友 就給了一個電郵 第一個就是 問我 Wilmslow 是 康莎 是一個 公共屋 宮原島公共屋 康莎 除了公屋之外 沒有什麼醜 公屋 The land 是、、他 公屋和私房的分別 環境當然沒有私房那麼好 為什麼呢? 可以分析一下 公屋的人 有些人是租屋的 或者是過客 可能住一年半後就離開 所以對於房屋外面的環境 不是那麼緊張 尤其是花園、屋外形 可能有些人脫落了 他們又不會維修 鴉片掉了他們又不理 垃圾棟到處放 垃圾棟自己不拿去垃圾站 只會扔在門口 希望有人來收 這些就是公屋、公屋、屋院的 很典型的一個例子和情況 因為那些屋不是他們 所以他們就不會上心去理 所以變成公屋的環境是較差的 是較差的 較差的意思是 意思是 外觀不夠私人屋的美觀 因為私人屋的屋是自己的 他們多數都會照顧得好些 像剪草、修緝花位 垃圾不會到處丟 這是一個很大的分別 這是一個外觀的問題 人來說 可能會有少數人有點麻煩 因為他們說了 可能是沒有工作 或者比較上是對社會有仇視 這些人都是很少數的人 不是一個大問題 基本上是私人屋苑和公共屋苑的分別 住下的也沒有問題 我當時讀學生 當時幾十年前 我都住過公屋 當時在曼城 近住曼城市中心 當時幾十年前 二、三十年前 那些地方都會比較複雜 會有人爆隔 而且貴身情況和外觀是不理想的 我住了這麼久都沒事 可能我是學生 有些人不打算打我主意 就是這樣的環境 現在公屋的環境 尤其是一些比較好些地方的公屋 那些人都會比較好些 就不會太差的 所以我就回覆那位網友 就說 他給我那間地址 我都有看過 那間地址是不錯的 如果那間屋 在Wimsel買的 它是C樓 我想起碼都接近三百萬 接近三百萬 它裏面都裝修得不錯 應該可以考慮一下 我又是那句 希望網友 在買屋之前 花一點時間 或者花一點錢 親自過來看一看 所以他真的覺得自己滿意 才會很博脆 就是這樣 對了 我已經想起了 就是 有個網友給了一個電郵 就是關於 他在Leigh 買了一間屋 他想給我一些意見 他想給他一些意見 那 因為我基於 這個YouTube頻道 畢竟都是公眾的頻道 如果我說一些 是 很個人意見的 我就怕影響了其他人 和影響了 某些人的利益 我就不想 亂說 在這個頻道上 亂說話 就算是說 我也是說事實 但事實上也會影響到 某些人的利益 我也是決定 跟他 用這個 WeChat WeChat 聊天 這樣 這個我覺得 會比較上 是 好一點 和 不會影響到其他人 我就會在網上 但是 那個區 我會在下一個影片 講一講 希望大家 能夠體諒一下 我的 關注 我的關注 OK 先講到這裡 拜拜